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余包括涉及不当的教材和事业文化 我们大致上完成了74宗的个案 其中30宗不成立 局方已经就13宗完成 完成调查的个案采取了跟踪行动 包括了向5名教师发出验证数 这个包括了早前已经发出验证数的2宗个案 以及向1名老师发出警告数 这些老师如果再次作出失德的行为 局方是会考虑根据教育条例取消他的教师决策 我们亦欣欣七名教师发出的议数 提醒他们应该作出有选教师专业的行为 以及应该尊重社会接受的行为准则 有一小部分的外文司法 强令到社会对教师很有怀疑 令到一众专业的教育工作者营收 我们十分重视教师的专业操守 将会更加严厉跟进会中被判罪 第二步和被投诉的过问 如果国别老师已经或者有可能 涉及严重的议事诉讼 或者涉及严重的不当行为 在符合雇用条例相关的规划之下 学校是可折连其停职 这个也是为了保障学生安全 免受市民的影响维持学校的正常运作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